現在我們開始上的內容叫做清潔劑 清潔劑就是把東西弄乾淨啦 有清潔能力的就要清潔劑 然後叫清潔劑 就清潔效果而言 什麼都一樣 沒有差別 我小時候 就一塊肥皂 從頭洗到腳 沒有洗髮精 沒有洗面 沒有沐浴 這一塊肥皂全部都洗乾淨 就這樣而已 你如果開心 你要拿沙拉托當洗髮精用 也OK 也可以把你頭髮洗乾淨 但是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 你可能沖不乾淨 沖半天上面還有一些殘餘物質 你可能 它會有一些東西 會傷害吃進你的那個皮膚 你那柚咪咪肥泡泡的皮膚 把你的奶油桂花手洗成富桂手 或者是洗得太乾淨 人洗完之後 身上還是要留些油脂 才會比較滋 還是有點潤滑 不能夠太乾 不能夠太乾 還可能會洗太乾淨 但是如果只就洗乾淨而已 大家都一樣 就是把東西洗乾淨 叫做清潔劑 我們會跟各位介紹肥皂 我們主要介紹肥皂 另外會簡單帶過去 叫做合成清潔劑 肥皂 肥皂怎麼做 就是我們下個禮拜要做的實驗 就是要拿油脂 脂肪 脂肪 什麼沙拉油 葵花油 椰子油 都可以 醬油不行 汽油也不行 是脂肪的油 然後呢 跟鹼的東西共煮 我們又給各位人氫氧化鈉 所以呢 就是油脂跟鹼性物質共煮 就會得到一種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所謂的髒 髒 所以現在有一些清潔劑說 我百分之百不含皂 就是百分之百不含這個東西 那我就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呢 有三個步驟 皂化、延膝跟加工、成型 就是皂化跟延膝 就是我下個禮拜要做實驗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叫做皂化 第二個叫做延膝 就是我們下個禮拜做實驗要做兩個動作 皂化就是做出肥皂的意思 產生皂的意思 那剛才講過了 我們呢就是脂肪 我們給各位的解釋 氫氧化鈉 會產生脂肪酸鈉 或者叫做脂肪酸金屬鹽 剛才講過 百分之百不含皂 那個皂就是脂肪酸金屬鹽 可以是脂肪酸鈉 或是脂肪酸角 或是脂肪酸子 這就是所謂的皂 還有所謂的甘油 這就是所謂的皂化的空置 請你記住 脂肪就是脂肪 加上氫氧化鈉 產生脂肪酸鈉 就是我們做的肥皂 就是我們的皂 還有甘油 就是我們的實驗的方法 就是把它倒在一起 到火上煮一煮 喇喇喇 那就會產生我要的東西 脂肪酸鈉 肥皂 要做所謂的皂化 然後呢這個實驗裡面 我會加入酒精 我為什麼要加酒精 因為我們前面教過反應數例說過 如果東西的顆粒越細小 反應數字就會越快 怎麼樣最細小配成容易 但是油不容於水 所以加水沒有用 所以我加誰 加酒精把它溶解掉 所以呢我們就說 這個酒精是當溶劑用的 溶解油脂來幫助感應的進行 課本章說 讓你加熱到 聞起來沒有酒精味 這個有點困難 因為全班都在做實驗 到處都聞到酒精味 到處聞到酒精味 所以那個就叫你 大家沒有酒精的味道 就完實驗做完了 叫做皂化 加入酒精當做溶劑 然後呢 結果以後 把它倒在飽和食鹽水裡面 原因肥皂不容於飽和食鹽水 它就會浮起來 那麼乾油就會滾在裡面 它就把乾油跟肥皂分開來了 把上面的東西撈起來 就是我要的肥皂 我要的肥皂 所以要沿溪 進入飽和食鹽水 因為肥皂不容於飽和食鹽水 而且會浮在上面 我們前面教紫化 你記得嗎 紫化紫類是怎樣 浮在上面的 對不對 紫化紫類也浮在上面 所以我這樣分開來了 就要沿溪 然後最後把它加工 加工 變成我要的形狀 變成我要的形狀 然後也可以再拆一點別的東西 變成藥罩啊 什麼之類的 我之類的都做出來 叫做加工成型 就是我們的步驟 我們下個禮拜要做這個實驗 造化跟圓溪 造化跟圓溪 OK 那麼這個是用熱制法 就是我要加熱 我要去煮 現在的外面產生就是做什麼手工肥皂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個通常是冷制法 沒關係 就自己有興趣的 自己去看 自己去學 然後外面有人在教你做手工肥皂 做手工肥皂 然後他有一些什麼呢 之類的 看好 他有他的好處 你就欣賞一下就好 這樣就說 最後一個叫合成情節 就是化學合成方法 就是世界上沒有這玩意兒 剛剛那個肥皂 傳說中是這樣發現 就是古人在烤肉的時候 那個肉 油就滴到下面的灰去 就發現那個 滾一滾之後可以把東西洗乾淨 因為灰是有鹼性的 油就是油嗎 他就把他裡面肥皂 他就這樣發現 這算是天然的東西 算是天然的東西 這個就不是 就是我們的石油化學工業 我們一把它湊出來做出來的清潔劑 我們要做合成清潔劑 分做硬性跟軟性 我們後面會簡單交代一下 硬性跟軟性的差別 就是跟各位介紹肥皂 跟合成清潔劑 重點是肥皂 重點是造化跟延溪 要知道造化怎麼做 要知道延溪怎麼回事 然後呢 產生的玩意兒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所需要學會的事情 OK